我先問你那位示威登堡的大名字 我找到那位都很容易在網上找到 我叫Emilyl Swedenberg 艾曼柳 哈哈哈哈 我講什麼,是艾曼柳 艾曼柳是藝術片,要遲些說 有啊我也可以說的,沒問題 是瑞士的科學家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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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很快去描一描 哇,這位仁興很猛 你過來聽聽,透過你講 第一,他本身是很成功的科學家 他發明了不少東西 但他在53歲那一年 就開始有些看到東西 其中一次是看到上帝跟他說 叫他類似了一本新的聖經出來 叫他改變 要將當時的天主教去改革 是嗎 我還沒看下去 但如果他說大審判就是 Last Judgment Day 其實一早已經發生了 1757年已經發生了 只不過不是在地球發生的 是在神的界別已經發生了 所以我們不用等了 這樣 其實我還沒看完 不過我就這樣看下去 這位仁興是否 我不知道從心理角度 是否有問題 這個 先說回來 為什麼我今天講 我當然不是純粹八卦 我跟很多其他人做節目 我再加上自己的知識 底子 希望大家分享之後 學到東西 先介紹兩本書 先介紹這本書 是兩三年前出的 是嗎 這本書是哪裏買得到的 應該挺容易買的 這本書叫做 《通行靈界的科學家》 是 《通行靈界的科學家》 有一個韓國 韓國的一個會 這個會叫做 《示威登堡研究會》 叫做《示威登堡研究會》 是推出的 其實挺有趣的 這本書就是第一樣 先看這本 第二本 這本書就是 李明輝教授譯的 《通靈者之夢》 這個作者是康德 康德是大哲學家 好 兩個書 可以回來了 多謝 Kevin 請 回來了之後 再講 第一樣先介紹 《示威登堡》是什麼人 其實《示威登堡》 是瑞典人 他出生的年份 是1688年 1688年 是1772年死亡的 他在年代來說 略早於康德 我們被稱為近代最偉大的哲學家 因為他開創的東西 最後我會提醒他 我不希望變成一個哲學科 變成一個有趣的東西 這個《示威登堡》 當時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其實他是一個是貴族出生的 本身他的家庭和瑞典的皇室關係很密切 你知道現在瑞典 是不是瑞典還有一個皇室的 我會記錯了 因為你去拿 因為瑞典當時是皇室 對 那些是北歐還有一些 其實現在還有很多的皇室 還有的 其實跟瑞典皇室有很多關係 關係很密切 大體上叫貴族 第二件事 他是一個大科學家 聽聽什麼叫大科學家 類似他的地位 譬如我舉例子 譬如現在找這樣的例子 就是霍金 霍金很多年前 突然說對外星人有興趣 對時空旅行有興趣 馬上變成大新聞 很容易而已 你也記得2009年 很多人都聽過 突然說霍金其實做了一次時空旅行的實驗 你有聽過嗎 他就這樣在腦裡想 不是做了 做了 這個順便說 他怎麼做呢 他很簡單 在2009年的時候 他就在自己的客廳 放了一些食物 放了一些飲宴 他就寫著 歡迎未來的旅行者 來參加 他就等了 等很久之後就沒有人來 他就宣佈 未來的時空旅行應該是不行的 就是這樣 這個奧劍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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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變成BBC一個節目裡面 其中一集裡面說了一件事 就是講時空旅行的 其實他講到為什麼時空旅行不行的 他答得不錯 因為其中一個就是撥卵 其中一個是撥卵 其中一個是撥卵 物理上有某些原因 那些我不說了 有時間我都可以吹噓到 但那些就通常留給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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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學生 另外那些就說了 就不像我說了 但是呢 那個例子就是 你想像一個這樣的級數科學家 突然間在53歲的年 直到他死的27年裡面 他說透過一個虛擬 或者叫做模擬的死亡技術 是去過靈界 出過十幾二十本書 其中一個剛才提到的就是 叫做天堂要地獄 或者叫做八大賊 八大賊 就是可能幾十萬字 叫做天上的奧秘的書 我問一下這個震撼不太重要 應該超重要 因為他說除了聽到神的語言之外 他還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各大行星的生物都溝通過 厲害了 先說回我看這個版本 剛才看了一本書的版本 裡面那個虛擬死亡技術 我經常說是等於打坐 我很懷疑 應該是 但是他沒有提過 他原著 其實我第一次接觸這個人 是透過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真的太偉大了 很多名人巨著的東西 都變成漫畫形式說出來 一個通識的很有效 是啊很有效 那時候日本這個國家 真的厲害 他學東西是很有系統的 透過漫畫的其中一個途徑 我很多年前看過一套日本漫畫 嘗試將他 少一登堡的作品 變成一個漫畫形式 我看過的 他裡面沒有提過這個技術 正說等於是假死 等於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我懷疑等於是打坐 不過問題是他怎樣打坐法 怎樣出神法 我就不知道 好了 聽一下名人怎樣推介 這本書呢 有提過什麼名人稱讚他 很多名人稱讚他 很多名人稱讚他 稱讚他 即是不能看得到 那包括什麼人稱讚他 就是海倫海立 康德 康德 可能是誰 是一個大量的殘廢 對 他說以前不知道生命有什麼意義 但是現在發現 他突然覺得生命的點光 其他我不講 然後講一個康德 康德怎麼講這個人呢 康德說以他這樣的級數 以他角色身份的小地位 是不能夠輕視 不能夠提低 應該重視這本書 這個是真的 不過待會再講 這個故事很有趣 康德的回應 待會再講康德 還有什麼厲害呢 Kelwin在網上找的資料 他在1714年 已經畫了這幅飛機的模型圖 是啊 厲害 所以他說 當時有這樣的 叫做 想到的 簡直 是 當年他有這樣的 推崇他 推崇他 就說他跟牛頓並肩 想想他的地位多高 剛才我找霍甘 一點都不對 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當時大體上是歐洲一體 大家會很近的 消息距離 他的地位很高 當然這個是敬人 好 再補探 在靈界方面 或者突然間 在這個層次方面 他說自稱有使命 有天使 或者上帝 或者神 就跟他溝通 他自己畫了 天堂 自己畫了 地獄 也去過不同 宇宙的不同空間 另外 也明白他們的法則 因為神跟他說 你有使命 就把奧秘 告訴世人 令世人不再擔心 不再擔心 受怕 所以剛才你提到的一件事 其實有些宗教改革 是神交給他 他說科學家 科學的研究 很多人都會繼續做 很多人都會做到 但是 這個天界消息 透過我 告訴大家 哇 這個不是很帥 好了 他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特別的東西 他其實 為什麼會這麼出名 第一 他的身份 角色說這些東西 本身也很震撼 大家都知道 稍後跟他說 梁振英跟他說 我昨天去過靈界 我包你 就真的震撼 很高地的人 突然說這些東西 好了 有幾個奇妙的事情 第二 原來他試過有一個 人家記載一些特殊的經歷 第一 曾經瑞典女王 問他一個東西 他就說 我聽說 你就能夠去靈界 我想真的知道 你不是真的 那他怎麼做實驗 或者怎麼玩 他就說 其實我跟一個 死去的將軍 有個協議 如果你是真的 你可不可以去靈界 找回死去的將軍 究竟我跟他的協議是什麼 那大家 問你 Kevin 你猜一下他的答案是什麼 可以嗎 其實 問米婆就可以了 你怎麼做到的 也很簡單 理論上 沒錯 你不要理會 是不是問米婆 你猜不可以 即是可以 我不知道 如果不行 應該要斬頭 很坦白說的 為什麼呢 問米婆就是少許江湖術的 回答完也是沒有回答的 可不可以猜的 但是他就很簡單 如果我是一個 瑞典女王 權力很高的人 我問你 我跟中間的協議 你跟港共的協議 你不可以行運其辭 當然是斬釘切鐵 他答得很清楚 因為原來他跟他申請什麼協議 是完全跟瑞典女王 記得的事情一模一樣 瑞典女王 當時很猜疑 覺得這個 哇 神人 這個人 真是能夠溝通天界 第二個經驗 就是他幫助朋友 那個朋友突然間被人追債 追債說不見了一些東西 然後就沒有錢還 那個朋友死了 於是他朋友太太就求他 不如你跟死了那個人 問問他究竟 他另一部分的財產 以及將收據在哪裡 讓我不用被人追債 是吧 好了 他又很神奇 他竟然真的能夠 告訴你 有哪部分財產 等到在哪裡 這個故事在中國裡面很多 不重要 這個是 你質疑他 不是質疑 這是很普遍的事 他們作為一個大件事的報道 真是差 真的 很多時候 人都忘記了拖鞋 都問神 人都可以 哈哈哈哈 跟他做節目真是開心 不是 不是 我相信這件事的 發生過很多次了 這個是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被人引用的神秘經驗 或者特別經驗 第三個故事差不多 可能中國也發生很多 根據Kelvin的說法 其實在香港發生過很多次 話說有一次 他出了一個研討會 當然是公開的 因為當時對我少了禁忌 不會突然公開說這些話 他就在座的人跟他說 其實呢 小偉登堡先生 你可以不可以跟我們說 在座這班的朋友 好像那些妄罪一樣 哈哈哈哈 我們之間哪個最早死了 啊 很有趣 這個厲害 因為死就是中國人所說的 然後呢 小偉登堡其實是原先不願意的 不過呢 剛剛慶之所致的話 明天哪個先生 就會十點多時死 他說那個十點多時死的那個 媽媽先生 只有二十多歲 那個媽媽先生 就跟他說 說笑而已 說笑也沒有人這樣說 但果然呢 那個人 第二天 十點多時 即是十年二十歲的人 即是二十多歲 十點多時 根據他說的時刻 就死了 就是叫香了 對呀 所以說呢 他更加 那些人就說 啊 神人啊 厲害啊 果然溝通天界啊 還有另一部分就是 他就專門寫了 封信給主教 當時他的主教就說 我哪天 哪天會死的 對不對 我專門寫封信給你做見證 證明呢 我能夠一早知道自己何時死的 那這個呢 我自己補充了 不對是Kalvin補充了 知道自己何時死呢 是很多佛教的大德 有修為的人呢 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 所以剛才為什麼我說呢 他打坐呢 他可能是那種叫 虛擬死亡技術 或者叫無擬死亡技術 本身就是這樣打坐 而實際上呢 打坐深的人呢 本身呢 實際上你都可以 可能是類似他那樣 看到 感受過很多的靈界 的東西 還有很多預知的東西 就是神通 所以為什麼呢 靈界的大冒險呢 是 我連同一件事 好了 先說回來 又回到另一個主角 就是康德了 康德呢 聽到這樣的故事 北京一個人 康德是一個很古怪的人 八卦八卦 又要寫信 於是就托來托去 以前呢 我們的社交網絡 沒有Facebook 我們突然間和這個 包括我自己 和這個很多明星 溝通到的 我只要相信那個人是他 通常都是他 不是太多假的 北京那些是真的 我突然間見到一個 學術明星 你喜歡找到他 他加了你 你可以突然留言給他 回答到你 很近的 以前是這樣 你是科學革命人 你是智學革命人 不懂就等於不懂 是等於不懂 不要突然加你 就加了什麼鬼 以前不是這樣的概念 好了 於是他托上托 托到一個朋友 作文 朋友寫一封信給他 你猜他問什麼 那也是問前程 問因緣 就是不是很古怪 一般人就是 通常就是 請教他 你可否檢查一下 我什麼時候死 然後可以問問 我將來會怎樣 這個是老婆 還有用 那問什麼呢 就是不是 他就說 可否多說一些那方面的真相 多說一些 可否提供多一些證明給我聽 究竟那邊是怎樣的 還有你是否真的去到 其實很無癮的 很坦白說 康德這個人 所以康德一生是沒有幾個分 一生人 德國馬歐小鎮裡 是生活的 一生人 是很平淡的 說話是很累積 而且結構很複雜的 所以他真的有一點敏力 好了 高手出現了 高手出現的就是 你以為小鎮燈寶怎麼回答他 小鎮燈寶怎麼回答他 小鎮燈寶 我想 因為康德問他 多說一些關於上面的東西 我想 我懷疑這個小鎮燈寶 就會恥笑他 就是康德搞的東西 是完全所謂 講得不好聽是叫狗做的 哈哈哈哈 不是 這個高手是這樣的 那個高手小鎮燈寶就跟他說 不是沒信給他 是透過那個給他那個人說 請你留意 我下期出的書 那本書叫天上的奧秘 總共有八大差 售價是七磅 當年七磅 是一個多月 可能是一個月的人工 很多錢 即是銷售賣 銷售賣 這個呢 是不是很高手 即是說 肉之詳細情況 等候我下次節目時間再說 這個就是台長技巧 對不對 好了 於是康德等了 等了一陣子 等了不知一流年 可能至少半年 儲了七磅 即是沒有成份人工 人工 就去買這本書 感覺只有兩個字 就是受騙 哈哈哈哈 這個受騙 你告訴我 這本書 這本書叫通靈者之夢 為何無緣無故出 我非常懷疑 應該也不用懷疑 應該是證據 就是 在康德行間裡 其實他很生氣 被人騙了七磅 哎呀 真的慘 七磅很多錢 對 以前沒有報紙寫衰去 沒有網絡投訴 於是透過不足去發洩 好了 問題是這樣 為何他覺得受騙呢 他為何後來呢 先說回康德 怎麼看這個人的結論 他等於變回現在香港版 封人封言因為瘋嘈癱性 抓他 揭完了 他簡直覺得她瘋 insulting 是不是這些人 剛剛說的確實是很誇張呢 正常來說 其實是想問他什麼証明 剛剛我說過三件事情 他說呢 能夠 Blo Hug 又知道某些死亡的人等到某些東西在哪裏 又知道什麼暗格那些 又知道別人的死亡時間 我問一下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思考不精細或者不是哲學家 這些就證明了 是啊 很證明的 但是康德不是這樣的人 康德不會覺得特案不滿足 還沒受騙 為什麼呢 康德很簡單 康德沒有直接回答為什麼他覺得受騙 但是我幫他回答 因為康德要的一種叫做 不能動搖的證明 什麼叫不能動搖的證明 很簡單的 剛才那幾件事你說過 東方也有很多人可以的 佛教大德很多人都可以的 行不行 不是證明來的 為什麼不是證明呢 第一樣問題就是 因為剛才那個不能直接推論出 一定有靈界 他只能推論出他的特殊能力 是不是 有幾個可能 第一樣 他可能是獨心就可以的 女王的個案 我獨心就可以了 但是獨心本身有一個很深的 就是 你不要管 總之就是如果我純粹說 他回答到女王問題 不等於靈界 因為有其他可能 嗯 知道是什麼嗎 因為很簡單的 其他可能的意思就是 他就說由於靈界的原因 但是他的答案 或者他說的那些東西 不一定透過一個方法可以拿到 對不對 總之就是 你能夠突然看穿 感覺到女王的心 OK 這個呢 所以不能夠證明靈界 有問題 第二個 知道物件等在哪裡 一樣的 我說了 不一定溝通死人的 不一定是死人才知道 死人等了些東西在哪裡 可以嗎 直覺叉讀可以嗎 很靈的可以嗎 開口中 很靈 突然間 你叫做福祉心靈 聽過沒有 很簡單的 突然間有些火車撞車 突然間不上車 福祉心靈的反應 沒錯 我問你了 不等於靈界 等於不到 沒錯 但這個更深 你為什麼有福祉心靈呢 是不是有人通知你呢 正常突然間有人開口中 或者買馬錶 告訴你 第一次買的人很容易中 我問你了 那部分呢 你可以說 還不相信 這麼邪 這麼靈 那些的 狀彩都可以 我問你就是 那些這樣的東西 在哲學上是不能夠絕對 起碼不能夠證明到 因為太多可以同時解釋到 好 第三個問題 更複雜的 其實呢 知道你什麼時候死 不等於是他看過靈界的本寶 可能他會弄死你 我用念力弄死你 可以 可以謀殺的 對 另外就是 包括自己死更加複雜 對不對 我自己叫他死 我想死就能死 我經常說 我們的心靈有能力 你想死可以死到 對不對 好了 以上的傷害康德 為什麼說他 是受騙 或是感覺受騙 因為其實他剛才那些神跡 或者叫奇跡 或者叫異常能力 是沒有一個絕對的基礎 他不能夠證實 他說的話 就是有靈界 這就是康德 作為一個哲學家 很重要的批判 好了 還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因為康德有一個 很出名的哲學上提問 他問很多東西 有一個變成英文 就叫做 How can it be possible 他說 那為什麼呢 他能夠掌握這個世界呢 於是乎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問題就是 他於是乎是還有一本書 就說 以形而上學的夢 來解釋通靈者之夢 簡化就叫做通靈者之夢 他的結論就是 這人是瘋了 好了 但他裡面的邏輯很重要 為什麼說瘋了 因為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他說呢 因為史萊登堡裡面 有這樣的分類 一種叫靈體 一種叫肉體 靈體是屬靈的 肉體是屬肉體 即是現實的 他說呢 靈體的法則是不同於肉體 不過呢 阿康德發現裡面 很多的瑕疵 第一 它裡面有建築物 有山川的 又要穿衣服 又要吃東西 我問你 阿康德就說 如果真實這樣的情況 當然我們不能想像 為什麼無端端 會有這樣的安排呢 還有 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就是 原來靈界裡面有夫妻 我想夫妻 不是 問題就是 靈體就等於靈體 肉體就是肉體 那你夫妻的關係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肉肉 就是肉肉 你不會生小孩 他沒有提過 靈體會生小孩 他沒有提過這件事 我問夫妻最重要的關係是什麼 你不要說不是聖 很難說不是聖 因為如果是基督教 就是 可以 好了 還有一件事 他還說靈體是受教育的 因為 阿康德怎麼說他呢 就是 因為如果靈體 脫離了肉身之後 應該的法則不一樣 但是 根據他所說 他裡面的 就是要學習法則 相處法則 以及要穿衣服的法則 全部找回肉體的法則去說 他就覺得這個本身就不合理了 另外 康德就發現一件事 他所描述天堂地獄的畫面 是畫不到出來的 是不能透過現實的空間 或者一個 譬如很簡單 天堂地獄怎麼分幾層 他畫不到的 看完之後 只有一片混亂 好了 但是康德很公平 康德是這樣 為什麼康德說是公平呢 因為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其實康德也是 哲學上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 有些東西 就叫做現象 有些叫做物字身 我們人 只能夠透過現實的東西 去想像 現實我們能夠掌握 但是不是現實的東西 即是叫物字身 為什麼呢 我不能夠 看一些我看不到的東西 這個複雜話 什麼叫廢話 康德因為他後來最大的發言 就是什麼就是 人只能夠認知 他能夠認知的東西 人是不能夠認知的東西 不明白這句話 聽一下就行了 我們想像一個圓的三角形 很複雜 圓的三角形 我自己做得很催眠 叫人們想像一個圓的三角形 那些人是想像到的 不是吧 很特別的 這件事 圓的三角形 對不對 因為沒有理由 因為三角形 我們已經叫三角形 是三角形 就是叫三角形 那哪有可能圓形呢 聽一下 我說了 但是如果我再說 圓的三角形 你聽得明白的話 但是 規定是不行的 是的 康德說 正如康德說 我們人只能夠 看得到我們看到的東西 看不到我們看到的東西 這個廢話不是真的廢話 是很認真的 我們只能夠明白 我們有些能夠明白的東西 不能夠明白一些不明白的東西 我就剛才說 我們看一個很圓的三角形 我說很多催眠靜在裡面的人 他們說的東西就是這樣的 你聽不明白的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純粹叫做科學角度 精神角度 我們聽不明白那些人說話 其實可能很簡單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不是 我怎麼突然找回我自己做節目的重點 我有結論 我的結論 雖然不是結論 或者不一定是很結論 我說的是 不是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也不是他們曾經錯誤 我反而不是這樣 我說 康德一個很重要的說法 他資訊這麼大的貢獻 就是因為他明白 就是不明白就有他 這個就是康德後來 他批判 特別第一批判 就是理性批判 理性是有局限的 有些事情你不明白就有他 知道嗎 為什麼叫做有他 很簡單 我說完的生命 是想不明白嗎 告訴我 有些空間問題 我也想不明白 宇宙有沒有變 應該是沒有的 我想 答不到的 是嗎 時間也沒有 時間也沒有 就是起點的 其實有的 大爆炸才是起點的 這個來聽一下 其實我們一般 他說 康德最大的發言 他說 我們人 世界上沒有絕對真相 只有一個真相 就是認知結構 這個也是康德最大的貢獻 康德跟現代心理學 特別認知心理學 很有關係 為什麼呢 他寫三大批判 特別第一批判 叫做純粹理性批判 他說的結論 人只能夠透過 質量 形態 時間空間 去理解事物 透過 沒有了這些基礎 我們是不明白的 是的 這個也是引致後來 心理學 認知心理學 如何研究我們 有什麼能力 很簡單的 聲音 過了某一個Hz 我聽不到 那些就不是我們認知的範圍 裏面 直至我們透過那些機器 能夠令到聲音 還原回我們聽到的 看到的 這樣才可以 這就是影響科學 和影響認知的問題 這個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我說 沒有電子顯微鏡之前 我們看不到 某些大小的病毒 當然 是的 等於沒有這個意思 好了 康德很聰明 就說我們的認知 只能夠 世界上只有真相 就是我們認知結構的設定 就是我們的局限 我們能夠認知真相 就是我們認知結構的局限 就是說你認知結構 沒有的話 就認不到 如果我們沒有掌握 第十度空間的能力的話 那些東西是辦明的 什麼叫辦明呢 我經常看的 叫什麼元論 那些 科學雜誌 他們計算出來的 我告訴你 透過我理解 他講完一大論 我是聽不明白的 因為其實我的結構 是聽不明白的 是 你要明白那些數學 很深的東西 是嗎 其實數學也是數學 我們是以為 數學可以透過這樣 證明那邊 但你不是數學人 第一次認不到 好麻煩 第二問題 通常是用一些比喻 他比喻等於比喻 比喻不等於真實 明白嗎 為什麼無論他這樣說呢 其實科學也有一個問題 當然他前輩有一個 叫做幽毛的人 Him David Hume H-U-M-E 很出名的 為什麼呢 他講一個例子話 其實我們經驗是信不過 為什麼呢 你看到每次 譬如打招呼籃 那樣 我們不保證 下次會不會這樣 經驗是沒有保證的 好 於是康德已經消化了這個問題 他就有一個結論 世界真相的一個 就是 我們只能夠 我們看看 我們認知結構的制限 而認知結構就是 我們只能夠明白現實 或者叫現象 我們不明白 物質是什麼 所以我們其實不能夠 明白什麼叫神 我們不能夠明白 什麼叫靈魂 也不能夠直接 明白什麼叫自由意志 因為我們本身身處其中 我們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有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叫先天知識 如果你不明白康德的話 什麼叫先天知識 他不是一出世識的東西 叫知識 他的先天知識就是 那些叫認知結構 就是質量 形態和時空 明白嗎 好了 但是康德除了對心理學 有很重要的影響 認知心理學 有影響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就是語言 為什麼呢 他發展下去 那些人就發現 不單止這樣 我怎樣找語言去描述 都會影響我們看世界 所以他就是現代 或是叫近代哲學的高峰 對偉大 然後到他就知道 黑客義之後 另一邊就影響英美了 英美就變了分析哲學的開始 那當然是哲學部分 但是我從這個靈界大冒險 開始講梁演成 接著講這個小燈寶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說了一件事 找康德的大哲學家說 有時候我們看一些靈界的東西 又不需要真的串他 你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有他 因為我們北京是人 我們認知結構有限 不明白就等於不明白 我就不止就像康德這樣 說人家是貼腓的 其實他的結論很重 就像說這個人是貼腓的 但是我平常說他因為受騙 因為我給了七磅 給了一整個月薪金 你明白嗎 我想讲一讲,如果我们讲到这个故事,也不可以这样讲 因为原来他有一个故事很有名,就是原来他在1759年在瑞典有一场大火 当时很厉害烧到很厉害,但当晚他在很远的地方吃东西 他在晚上6点突然很烦,然后他跟所有人说,在小吉登堡有一场很大的火 因为他本身有一间屋在附近,他就烧了他旁边的一间屋 刚刚烧到他就停了,就快就停了 这件事接着很多人听到,而且讲了很多被人知道 但当时的信息流通很慢,两个地方距离400公里 起码要两三天才传到一消息,一消息传到之后 那些人对回那些细节是完全对的,所以这些人听到绝对不是神经 所以真的 这部分也是,这个故事你不提过的,我忘记说 这部分也是有很多人说,这个人的确是能够预知 或者突然隔空的事情 但就算这个人是这样也好,他仍然是有个问题 这个只不过是将他的感官延伸 就是神通里面的天眼通 天眼通没有在这类的 所以他的离体经验,或者突然间他那个叫虚拟 就是无疑死亡技术,我就等于助线了 所以我怎么开始呢 西方人没有人敢描述,但我看完那本书之外 或者很久之前看完那本漫画之后 我觉得他的技术应该就是助线了 我这边插不回来,我这边说回 我现今的人觉得他当时的反应是很像那些叫做 线死经验 是的 就是叫做贫死经验 或者有些叫做外体 两个经验都有 是的 今时今日的科学家觉得他的经验很像那些 是的,但问题就是,就算是外体就不等于有灵界 也是刊登的问题,没有基础 因为我刚才说过,你突然间用神通能力 就不等于神通能力,后面一定有等于灵界 或者他所描述的灵界是真的 对不对 好了,但那个是康德 康德那个是一个很蜿蜜 就是一个很传统的西方人 很传统,很严谨的 于是他不能够过这关 就作为普通人的我,OK的 我真的觉得小登堡很喜欢 所以我就买去这本书 你便宜很多,你不用七磅 当然,中文书一向都便宜 但我说过就是,找这一集的结论就是 梁衍诚也好,这个小登堡也好 或者康德也好 各自有自己不同的目标追寻 梁衍诚,我上一节说了 就是说回小登堡 如果一个名城里就有地位 有社会身份的人 他花了27年 那些无关痛恙的大话 我觉得没有必要 除非他真的有问题 我不觉得他有问题 其实没有记载 有人觉得他有问题 这个很重要 没有记载到有人觉得他有问题 他全部都是正正常上的 因为原著也没法看 因为原著也不是英文 有英文我也不看 通常就是 如果有些资料 有中文版 我实体中文版 有很多 好了 我有仅有的资料 仅有的资料 没有人提过他觉得他不妥 就是行为上 另外就是 二十四年不短 还有 准确预测自己死亡 接着还要写一封信 给主教 你证明我 我真的知道自己死亡 而且他不断有个愿望 就是希望这个信息 告诉我 好了 但是他这个愿望 有没有存在出来的呢 有 第一 我在韩国有一个 叫做 研究小组 专研究他 其实日本也有 日本有一个 听其他节目就知道 对了 有一个叫做 很出名的演员 他没有拍戏之后 就成立了个会 他里面 都经常说凌隔信息 我看过那个人说话 那个人说的凌隔信息 就和这个小组研究的信息 基本上是一样的 其实 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演员 他自己本身的凌隔经验 我说 其实我说他是在抄抄他的东西 对吧 这个也是由此证明 他影响世界 东方影响世界 他自己是西方 他影响东方的也是 这个挺有趣的 所以我这次的灵界大冒险 不是批判那么简单 我也不是说康德还是对的 我只是康德 他在哲学上 他说他的制限 但是 跟这个普通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个案 这个人是值得思考的 是不是 小屋登堡这个人 是值得思考 还有 可能是细体 你 其实 之前我不知道 我连这个人 已经存在 我不知道 听他说了 我说是很威个人 我想问你 有没有可能 我们做了一条小小小的组织 就是 看看他的东西 看看他的东西 看看他的书 有没有著作 应该很散的 很大本的 我想看完之后 可能找一些网友 有兴趣的网友 大家搞一下 说几集 行不行 不可以 不如你找 我不答应你 看看有没有师傅 找一些人 我正想叫你找 因为 有些佛教的朋友来说 其实 他怎样看这些事 挺好 这个会 而且我们看看 能否贴得到 有趣的 不如这样 这个暂时不答应 但是我想这本书 有兴趣的 或者看漫画版 漫画版 也挺有趣的 漫画版 是几冊的 但是是日本文的 是吗? 有中文的 是否刊登在图书館 那本 我没有记错 那本书 应该是 叫《灵界冒险家》 差不多 中文版 这本是挺厚的 厚 我想是三百多页 三百多页 有一个版本 是上下拆的 另一个版本 是一本厚的 就写完了 一般版 中文的 我相信 我怀疑 其实不少你的粉丝 可能已经看过这些东西 如果他们有资料 你传些过来 看看我们 有没有办法 做一些小小的 组织 讲一下这些东西 好 今集差不多了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